還有一位,林孟婷準備 各位委員、各位老師還有主席大家好 我是那個跆拳會的決心全專員,我是以嘉 那我今天其實是想要講,先講,我想要講幾個事情 就第一個事情是,其實剛剛那個簡報裡面有蠻多地方是講說 因為都市計畫的那個審議委員,當時已經做了如何如何的決議嘛 那其實我想要特別提醒,因為在這老師也都非常清楚 其實都市計畫的行政流程跟土地增設的行政流程就是兩個獨立的行政流程 各位委員是絕對有權力來做出一個不同於這個都市計畫階段的一些判斷 那具體來說,我們今天澄清的這些居民其實大致上來說就是兩個狀況 一個就是在計畫的邊緣,大家手上的這個清策也非常清楚 比如說像剛剛田先生講的這個流程色大哥的例子 或者是說其實他計畫的這個土地的內容是改來改去的 就一下子是產業區,之前是住宅區,後來改成產業區 或者是之前沒有納入,中間剔除,然後又再納入 像是海口裡的這個這樣子的狀況 那其實這些情況都顯示了他們的這個土地其實是沒有那麼迫切需要被徵收的必要性 那也就很希望就是各位委員可以直接把他們的剔除 那為什麼我們會特別不斷要強調剔除呢? 因為桃園市的這個鄉村地區,跟台灣的這些鄉村地區 其實有很多這種聚房他們其實是有自建的情況 也就是我們在法律上沒有辦,法律上就會說他們是違建嘛 可是他們的房子蓋在那裡,當然他有他的政治社會的成因 而且他們住在那邊非常非常的久 那其實這樣子的居住狀態,它其實是應該要被保障的 住了一個幾十年的家,實在是不應該直接被徵收,就住整個小時 那可是其實在我們現在的都市計劃法規,或者是土地徵收的流程 一直往下走下去,這一些人的家是絕對留不住的 因為我們在目前的方案裡面呢,其實是沒有 他們土地的權值很低,未來機會很像非常難配地 他們的房子不合法,基本上沒有申請人地保留的客人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直接把他們剃除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邊的訴求 然後再來是說關於那個安置計劃清澈的事情 就是我們之所以,民進台北之所以也會不斷的強調這個事情 一部分剛剛是看到說,花次長在 就針對社子島的這個審查密度上有一個很高的提升 因為其實我們在過去,我們知道就是桃園市府跟交通部 在就是去年7月開始辦了非常多場協議架工 或者是環境的工廳會,或者是土徵的工廳會 其實團體當然沒有每一場都到 但是我們也的確去了幾場 那我們在那個現場其實感受到很明確的分為是 不管是台上講的居民,或者是台下在討論的居民 他們其實都在講,不管是贊成或反對的 其實大家都在想的是,這個房子 這個土地在徵收之後,我到底要怎麼辦 其實桃園地政司,或者是當時應該都有回應民眾說 我到底是要選擇安置接口,還是要做安置住宅 還是你們什麼時候會蓋出租用的房子,究竟是多少錢 其實這些問題都反映了區議徵收這個安置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那有恆清委員就是要求這些虛地機關 就來做一個逐步的清澈 因為其實民眾真的不知道,他到底他的這個安置需求 可以被滿足,那以上,謝謝 好,謝謝,我們請正論